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大家都一样 是不是这样对不对 那我先把这个锁头解开 然后把眼睛关起来 这样你在看东西比较方便看 那么一开始 这个地方 他 我们用这个跟你对照一下你就比较清楚 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这样 信要放在里面 所以说我现在呢 不动的信放在里面不动 所以我现在把这个 稍微往后退几格可以吗 就信件的动画是在这里吗 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动 而是先在里面让人家看 看一下子 所以把它往后退几格 有没有 移动了 那因为前面已经退掉所以他就没有关 那个 信在里面 所以我点到 这一格的信 我点到他 把它做一个复制 放回来前面 是不是在原地贴上 我们常在干这种事情吗 对呀 那么 因为没有做动画 所以前面就是静止的 一直到后面是不是就打开 往上走 好你先完成这个 来 在我已经把它往后退了对不对 所以 这样 到这边停一段时间好慢慢的打开 打开之后 这个上盖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放到下面来 不然人家这样就把那个信遮住了 所以说我来下面 因为信件是不是在这一层 所以我在他的下面要增加一层 那我就从信封底增加就好了 对吧 那增加一层 那这个也是信封的up 那这里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什么 我原本动画不是已经做完了吗 只是换地方吗 那你有两种做法 一个是像我刚做的按右键 直接把它剪下来 然后再放到下面来 好这是一种方式 那第二种 就选好了 我们也可以这样移呀 你会左右移 我不能上下移吗 也是可以吗 这样OK吗 好 你可以 移上移下 就移到不同的图层 都是一样的物件 动画都一样 只是他 再上再下 不过 如果你是用这样移 后面的 撕牌会出现 你不能只要再按右键把它 移除 这个各有优缺啦 你用哪一个都没有关系 如果你是要用 减下的 也可以呀 减下是应该是最 视觉化的 不是视觉化 就是说最标准的 按右键 减下银格 这些我选好了 你看后面是不是真的被减下了 就没有东西 那我要 放到这边 来贴上 你可以有 这边的话你如果点到这边 直接贴上 剩下后面这边会自动往后退 因为好像插入嘛 插入进来之后他引格就往后退 按右键 贴上引格 有没有往后退 对不对 他的引格就往后退 所以你从这边 这样子 到这里好打开了 到这边 这样是完全打开了 那我把画面还给你咯 你试试看看把后面这一段 新增一个图枕之后拿到下面来 好 你现在这样做你看 这个没有问题 现在就是有打开 打开了 好 然后 拉上来 好 到这边我准备要开始旋转了 对不对 这里有没有 要开始旋转了 那我一直转转转 我原本这好像 有 如果你的遮瑟片 延长到那么长 你会发现 这个有没有会受到那个遮瑟片影响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 希望过了一段时间 我到这边 开始转的时候 假设 到这里 因为其实过了这一段之后 这里信封也看不到了 对不对 信封的上面跟底都看不到了 这时候遮瑟片还有没有需要 没有了 所以你把后面这个 引格拿掉 那么他就不再受到遮瑟片的影响 有没有 你看这里有没有 对不对 他就不受他影响了 这样也没有问题 那当然信封 我们刚刚一下多的那个有没有 也不用出现那么久了 这个也可以不用 所以其实最后就是 留这样子而已 因为最后只剩下信而已 只剩下信 OK吗 那么剩下的就是 原不原谅的问题啦 因为这里有两个按钮 已经把你做好了 Yes No 那你丢进来 所以待会你播完动画到这一格要不要停止 要不要 要啊 停在那里让人家选嘛 所以做法有没有跟前面一样 插入关键员在做 那 是或否要去的页面 你要先准备好 对不对 所以这里有 我们看完成档你就知道了 做完之后是否 本来是不是停在这边 那后面这一格 是 啊这是否 可以吗 好你可以参考一下 好先参考一下那 剩下的我来帮你看 好来帮你看啊顺便放个音乐加持一下 影片